詞曲 李宗盛 六四三十週年 在中國大陸的年輕人 大部分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政府刻意將歷史 刪除抹走的情況下 很多二十多歲 三十多歲的年輕人 都完全不知道有六四事件 他的父母雖然在當年 經歷驚心動魄的場面 那一段時間都是意淚洗臉 都很少在他們的子女面前提及 因為這是禁忌 這是政府很清楚告訴他們 這是禁忌的 老師也不會跟年輕人說 有關六四發生什麼事 因為一說輕則就沒有飯碗 重則可能連監都可以坐 在香港目前來說 都是一個資訊自由流通的社會 但是很多人選擇自我審查 不是很想將六四這件事 繼續在社會上傳播 或者不是很敢 因為我聽到一些說法 我都挺可怕的 譬如以前六四逢五逢十 或者是平日也好 到紀念日的時候 很多中學都會找一些 例如時事評論員 或者一些記者 或者經歷過六四的人 去學校演講 最近就是一年比一年少 有些學校提出 今年也應該搞的 已經是三十年了 但是有些比較高級的學校的老師 主任 或者是副校長 校長 那個回應就說 搞六四 搞六四說了 你想我沒有飯碗嗎 我不太明白 為何說六四會沒有飯碗 是否教育局攀佈了一個命令 不可以說六四 六四是一個禁忌 一說六四就要解僱 我相信是沒有的 我相信是沒有指示 沒有指引 雖然教育局經常發指引 他們都不敢明目張膽發指引 但是究竟為什麼 那些校長 副校長 或者高級的主任 會覺得說六四會沒有飯碗 他們辦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傳道 授業 解劃 還是和當權者一起 將這段歷史隱藏著 抹走它 不讓他們下一代 知道到在三十年前 在北京 甚至全國 發生過這樣的血腥大屠殺呢 雖然無論中國大陸 或者香港 都越來越少人說六四 但是這件事發生在三十年前的事 人民不會忘記 這幾個字不僅是中國人民不會忘記 世界人民都不會忘記 如果要說的話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我會說這個 這個叫萊卡 或者我們叫拉架 德國品牌鏡頭的這件事 或者說這件事之前 大家也知道 可以上網看看有沒有這段影片 可以看到 英國的Channel 4 其實拍了一個小型系列 好像只有四集還是三集 好像是四集 是一個劇集 是說尋找坦克人 尋找坦克人是甚麼一回事 當然是一個戲劇 根據一些歷史事實 然後將戲劇化 就是當年在北京飯店窗口 據我了解不止一個記者 可能有三至四個記者 其中一個記者拍到北京飯店窗口 拍到在長安大街 一個很勇敢的年輕人 擋住一列的坦克 這個年輕人後來知道的名字叫黃偉林 這個畫面被記者拍下來之後 在全世界傳播 也相當震撼 外國人叫Tankman 叫他這個坦克人 就說拍到這個畫面的外國記者 久久不能忘懷這個坦克人 究竟現在他在哪裡下落 是怎樣他生還是死 這幾集的短劇 就是這個記者 30年後想尋找坦克人 當然裡面有很多六四事件的回憶 六四畫面的一些活憶 有人看過告訴我 我還沒看過 是相當震撼的 相當令人看完後不能忘懷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上網看看 這部Channel 4拍的劇集 是很值得大家重溫的 正題是想說德國鏡頭 我們在香港叫拉卡 我跟攝影前輩說 叫拉卡 大陸叫萊卡 在網上前幾天封傳一條 大概是五分多鐘 他們說是一個微電影 你也可以這麼說 現在用微電影的方式 去宣傳品牌 其實是很流行的 那個長度 一般的廣告 可能是幾十秒而已 這個可以有五分鐘 也可以說出一個故事 故事是怎樣的呢 那條片名字叫The Hunt 即是I'm the Hunter 即是說我是要捕捉 一些鏡頭 這條片是五分鐘的劇情 講一個白人記者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八九民運的尾聲 開始鎮壓的時候 整條片是用這個作為 一個時間上的主軸 有些在天尾門廣場的鏡頭 這些鏡頭交替 跟一些在非洲的土匪軍閥 用槍指著記者的頭 又或者在一些中東 一些集體主決 一些極權者集體主決 這些場面做一個平衡剪接 其實被人覺得 表面上好像不僅是八九六四 不僅是1989年天安門的屠殺 是說全世界這類極權的國家 如何對待記者 但是整條主線都是 掌握著八九的天安門事件 畫面出現了北京1989的字樣 然後那條主軸 說幾個穿著公安制服的 大陸的警察衝上飯店 要求那些記者 把菲林相機交出來 那個男主角在窗口看到危險 於是想離開房間 但是已經被公安抓住了 要他交出他身上攝影的東西 然後大家在對峙的時候 那段影片挺有趣的 一邊說普通話 即是公安 那個攝影記者 我不知道他認不認識 一般駐北京的有很多外國記者 普通話是很流利的 無論是聽還是說 都是非常好 我不知道這個攝影記者是否懂得聽 就叫他交出來 他就說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不懂得聽 但是另一方面 公安已經在另一個房間 就說找到需要找的東西 你可以走了 畫面又跳下去 剪接下去 就是在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 然後最後一個畫面對我來說 也很震撼 他又不是直接拍到那個坦克人 他是在飯店 相信真實發生的場景 就知道北京飯店 在窗口上用他的相機 當然有Leica標誌的相機 拍到長安大街 然後在鏡頭上反射出 那個坦克人的畫面 在保護鏡頭的蓋上反映出來 即是他在拍什麼呢 即是告訴你 他是在拍照 黃慧霖擋住一列坦克的場景 最後有一段文字 那段文字就說 以這部微電影或廣告 獻給那些借出眼睛給我們看到的人 借出眼睛給我們看到的人 即是說那些攝影記者 這部微電影是獻給攝影記者 我認識一些攝影記者 當然他們在戰地上工作 那種投入亡我 還有那種犧牲精神 我們一般的民眾 我們一般做前世紀記者 是難以想像的 其實最危險的工作 就是攝影記者 但是攝影記者的重要地方就是 無論你作為記者 在現場看到什麼東西 描繪得多細緻 一張照片或一段影片 是勝過千言萬語 一張照片或一段影片 已經說明了所有事實 基本上有些用文字 是描繪不到的東西 我看一張照片 看一段影片 已經是說了需要說的東西 那位攝影記者 不只是勇猛 他頭腦很冷靜 他要捕捉最重要的時刻 要將一些無論是不同的角度 或者畫面要網絡多少的內容等等 除了要漂亮 要震撼之外 是必須要做一個很重要的新聞判斷 而且遇到例如天安門事件 這類的新聞 更重要的是拍攝也好 如果被公安守了 就等於化為烏有 他要用很冷靜的頭腦 把這些照片保存下來 而且也要傳到新聞發佈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如果說八九六四年代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段影片最後 最後這句所謂的Ending Note 獻給 即將微電影獻給借出他們的眼睛 讓其他人看到 借出眼睛 讓我們看到的人 獻給這群攝影記者 之後便會出現Leica的標誌 這件事當然引起軒然大波 軒然大波是甚麼呢 因為Leica其實是跟華為合作 華為正在使用Leica的鏡頭 用了一段不短的時間 最近推出的旗艦相機 亦標榜Leica 在旗艦相機的發佈會 亦把Leica碰到上天 很多人說用過華為相機的人 華為手機的人 對他的手機有很多不同的評價 但對他的鏡頭 說他的鏡頭拍得很專業 這幾乎大家沒有意義 華為亦標榜他的鏡頭用Leica 問題就是來了 Leica微電影一出的時候 內地的網民已經開始引起很大的反應 又說Leica是肉畫漢奸 Leica怎麼是漢奸 說他肉畫 如果華為不把Leica一刀兩斷 華為就是漢奸 我又不太明白 如果六四真的發生過 六四真的發生過 其實那條片的鏡頭 是沒有什麼誇張的 我們在那個年代過來的人 有很多更血腥震撼的畫面 在那條片裡是沒有的 例如我舉個例子 只是說天安門 有些火出現 有些聽到一些槍聲 這個坦克人的片 或者這個相片 一早已經是全世界流傳了 說的話基本上是事實 那些公安衝去飯店 搶記者的菲林 把他曝光 曝光之後 等他什麼都沒有 以前正在用菲林 全部都是事實 為什麼Leica重提這件事 就等於這個肉畫呢 我想不通 這件事我想不通 後來Leica接受記者的查詢 他說這條片不是Leica官方的片 他是這樣說 但是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這條片 有相當多資料顯示 這條片的發行人是Leica 是Leica的巴西分公司 韋棠城勢廣告拍攝 薩茲和沙茲拍攝 在分公司裏面 有一個巴西的代表 發言人是這麼說的 他說如果沒有他們 如果沒有他們 即是說攝影師的熱情和視野 沒有相機可以創造自身的歷史 我覺得你不要只標榜 我相機的性能如何如何 你是要拿著相機的人 我剛才說 他有熱情 有視野 眼界很好 判斷能力很高 如是很鎮定 如何把畫面或影片 說出一個很重要的故事給人聽 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 然後遇到強權 要去毀滅歷史證據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 頭腦很靈活的 去保存起碼部分內容 然後想方設法將這件事傳出去 因為攝影記者對我來說 很多我認識的攝影記者的前輩 真的佩服得這麼看頭地 當他說他們的事跡的時候 當然他們也不會說 承認什麼承認什麼很誇張 其實這段影片很清楚 是拉卡要委託 其餘分公司委託港澳公司拍攝的 後來可能因為大陸反應實在太強烈 所以將它推得一乾二淨 這件事是與我們無關的 雖然那條影片有拉卡的標誌 大陸的五毛 就狂插拉卡 說應該是狂插華為的 說如果不取消和拉卡合作 華為就是賣國賊 華為就是賣國賊 現在問題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當然對於拉卡來說 華為在三星之後 已經在世界上 現在最多人是三星購買 蘋果已經退高到三位 華為已經頂上第二 在銷量上 如果華為真的跟拉卡一刀兩斷 拉卡的選擇都相當大 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問題我不太明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拉卡為何會授權 巴西一間公司 給盛世廣告拍攝這段影片 當然現在的影片在官方網站上 已經全部刪除了 在YouTube流傳 為何會拍攝呢 他亦會猜到後果 方丈很小器 怎會去不顧後果做這件事 待會大公司 中間是否有些人 覺得六四三十年 攝影記者的重要是 把歷史保留下來 一定要做一些事 去為這些攝影記者 甚至為事業捐軀的攝影記者 至於西方人是有膽識去做這件事 做了才算 做了出來 然後看看如何拆 現在的五毛網民 民族主義已經毒壞了腦的網民 究竟在他們的要求下 他們說如果你不用 如果你繼續用來卡鏡頭 不同的一刀兩斷 你就是賣國賊 如果華為繼續用來卡 那些五毛網民是否杯葛華為 如果他杯葛華為 他買什麼手機呢 這是第一 這是陷入兩難 第二陷入兩難就是華為自己 他標榜拉架鏡頭 很多人說因為他用來卡鏡頭 或者光學鏡頭 令到他的手機升價十倍 簡單地算是華為靠拉卡 這個名氣多於拉卡 是靠華為的銷量 華為捨不捨得跟拉卡一刀兩斷 會否因為這樣而跟他拜拜 如果跟他拜拜 用什麼鏡頭呢 國產自己的一品 如果你有的話 這是我自己覺得相當好玩的一件事 即是無論這條片是官方的片 還是不是官方的片 發生了這件事後 官方要撇清關係 要否認 我說拉卡自己 究竟可否百分之百 要撇清關係去否認呢 你是不是要做到 去炒了公司自把自為 自己拿主意拍這條片的人呢 我覺得在這條片的製作水準裏面 他拍的場口 他那種電影感 文說已經拍了成年時間 第一 號資相當龐大 如果不是得到拉卡公司 撥出錢去做這件事 是不可能的 難道自己拿錢嗎 我想這條片的製作費 甚至以百萬計算 我說美金 是相當貴的 雖然只有五分鐘 去不同場景拍 你能看到 無論是燈光 鏡頭的運用 剪接 配樂等等 那些技巧是電影導演才能做到 如果真是一條專業的 那麼專業的片 是否說自己可以自把自為去做 如果沒有官方的授權 我不相信 那究竟拉卡自己在想什麼呢 是否在全世界都會覺得 六四事件是一個反人類的暴行 這個屠殺 在三十年的時候 是否都需要表態 在這件事重延起人民的記憶 不僅是中國人民 香港人民或全世界人民的記憶 告訴獨裁者有鏡頭的存在 歷史是不能夠隱瞞的 雖然在中國有這麼多生意 有這麼多賺錢的機會 但是在良心驅使之下 死就死吧 先做了 然後再賺錢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講起六四的時候 原來不僅是香港記者 香港記者我聽過很多這樣的故事 很令人感動 流淚的故事 就是他們拍了一個影片 在亂局裏面 如果就這樣 把那個影片 我們當時叫做貝塔帶 其實是相當大的一頂帶 不是一張SD卡放在舵底 都只有這麼小的東西 是不容易收藏的 那個影片是很珍貴的資料 大家知道那些新聞的影片 如果是熟悉的 把他們帶回來香港 看了一分鐘在海關被搜走 但是會把他的影片 交給他們認得或不認得 總之覺得他是香港人 就把這條影片交給他 第一 很信任 那個香港人很信任的記者 因為拿著這條影片 一分鐘搜到之後 是有機會抓的 那個記者也很信任香港人 我怎麼知道你是誰 總之我給了一條影片 我相信你不會把這條影片 帶回到電視台 幾乎沒有一次失脫 沒有一次 那個飛機一回到香港 這個香港人 就把第一時間電視台交給電視台 我們在電視台 新聞部同事接到這條影片 知道有條影片來了 頸子也等到長了 終於有了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的一件事 這些情況不只發生過一次 帶這些影片下來的香港人是很多 大家互相信 原來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香港 在美國的記者也是這樣 CNN也是這樣 都是帶影片去CNN在香港 或者是比較近中國的總部 把真實情況發放出去 而且大陸的人 每一次在無論任何地方 在天后門也好 或者其他地方 看到一個貌似香港人 也知道他是做記者 他也是含著一大拋眼淚 抓住他 他很誠恨地跟他說 希望你把真相告訴外面 你們是很重要的 希望你把真相 把這裡發生的事 跟全世界說 這就是記者的使命 這段影片我看見是非常感動的 當華人的社會 如果香港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就快將這件事遺忘的時候 大陸是不讓你說的 原來世界上還有一些很有心的人 其實這件事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如果直接來說 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他們不是華人 也是很遙遠的地方 為什麼他們對這件事 還這麼接近呢 香港有些本土派說 六四關我們什麼事 六四是他國的事 有些這樣說 港獨派 本土派 即使你是港獨派 本土派 即使你認為是他國的事也好 你作為一個人 我不管你是什麼派 首先你是一個人 作為一個人 對這類世界上發生的慘劇 這個獨裁者屠殺人民的事件 都應該要記住 應該到處告訴別人 曾經發生這樣的事 如果你看完這段影片 這群獨派 本土派 說是他國的事的這群人 會不會感到汗顏呢 為什麼人家黃皮膚 記住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說六四關是什麼事 那些白皮膚的外國人 促進這麼大的力量 冒著品牌被中國杯葵的風險 都會盡力去做這件事 花那麼多錢 那六四關他們什麼事 如果你看到這段影片 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想 深藉口快兩週年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或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 都好